中华文化成语故事篇 手猪带兔 子军 你不去摘果子蹲在这儿做什么 先生 我再等果子自己落到篮子里来 你看 这个果子就是刚刚落进去的 你这真是手猪带兔啊 手猪带兔 对啊 手猪带兔 这是个成语故事 来 让我讲给你听吧 很久很久以前 宋国有个农夫正在跟田 忽然他看见一只兔子 从远处飞奔过来 兔子跑得太快 一不小心一头撞在了田边的树桩上 农夫毫不费力就捉到了一只兔子 非常的高兴 从此以后 农夫不再跟田了 而是天天坐在那棵树桩附近 等着更多的兔子撞到上面 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 农夫等啊等啊 却再也没有兔子撞到树桩上 而他的田地里却长满了野草 庄稼都哭死了 后来人们就用守树带兔来比喻那些不想劳动 但想获得劳动成果的人 我明白了先生 这个果子只是碰巧落到篮子里的 别的果子就不会这么巧了 自己掉进去了 以后想要吃果子还得自己摘 嗯 这就对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